同学们好 我们学习第28章 美股收益 本章学习指南 第一个是学习目标 一 理解美股收益的基本概率 第二 掌握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第三 掌握稀释美股收益的计算 第四 掌握美股收益的猎豹 考清概况 说这个考题一般客观题 主观题也曾涉及过美股收益的计算 那只是也是算美股收益的数字是多少 分数至终 属于比较重要章节 教材变化呢 这一张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 那考点地图 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 报表美股收益的计算 二二年的单选题 稀释性的判断 二二年单选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美股收益 二一年的计算分析题 就是说你看在大题里边 有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让你算算美股收益 或者说让再算算 是不是要 有没有稀释 要求不要求再计算 稀释美股收益 那认股权证 美股收益的计算 二一年单选 企业承诺将回购其股份的合同 二零年单选 美股收益的重新计算 二一年单选 二零年单选 需要重新计算财务报表 各列报期间美股收益的情况 二零年多选 那这一章呢 一共是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美股收益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基本美股收益 第三节七是美股收益 第四节美股收益的列报 我们先看第一节 美股收益的基本概念 美股收益什么概念 是指普通股股东 美持有一股普通股 所能享有企业的净利润 或许承担的企业净亏损 是发行在外的股数 每一股有多少净利润 或者每一股有多少亏损 这就美股收益 虽然我们利润表 现在是个损益满记关 或者全面收益关 最后反映的是一个 综合收益总共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说 往那边改 美股综合收益多少 只是说还是跟净利润 或者净亏损 去进行比较的 那美股收益 它包括基本美股收益 和西市美股收益 那我们后面都会分别进行说明 接下来看第二节 基本美股收益 那基本美股收益的概念 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当期净利润 然后除以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一定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这一块 你比如说要在合并报表上来进行计算 利润 我们合并报表有合并净利润 那有归属于 母公司的 比如普通股股东利润 你最终的股数呢 是你自己发行在外的股数 一定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当期净利润 是这样的概念 那当然还有什么样的情形呢 你就是没有 子公司 只是一个个别报表 是不是利润 反映多少 都一定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那也不一定 你比如说 要是发行的金融工具有权益工具 那这个优先股股东 分的股利 没有在净利润里反映 他也拿走了 那我们就得把他给扣出去 从这个实现利润里 把他给扣掉 大致理解这个概念 我们用的是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当期净利润 那下面什么是 叫做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 有的情况下 普通股在一段期间 可能会发生改变 比如我们有增发的 还有可能是把发行在外的 给它赎回 那我们怎么办呢 就要算加权平均数 相当于我都是 把它折算成 一个完整的年度 比如算年度美股收益 它是多少 这样来进行处理 所以看一下说 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 等于击出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 击出的 我们认为反正 这段期间那么多 然后当期 新发行普通股股数 那你新发行的 我要折成全年来看 看它存在多少时间 然后再处于报告期时间 比如报告期12个月 如果说我们在 三月一号发行的 那你存在的时间 是三月到十二月十个月 乘以呢 以发行时间 就十二分之十呗 相当于把它折算成 一年来进行考虑了 那如果有回购的 那回购的说 我不存在的时间 按年来算 所以当期回购普通股股数 乘以以回购时间 再处于报告期的时间 那如果说你是在 十月份回购的 十月一号回购的 那你后面就没有了 我们就是十 十一 十二 三个月 大致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就是说 都看后面的时间 然后把它折算成的 除以十二 变成这个年度的 那有的是加上 有的是减去 就说你要回购了 它不存在的 就要把它减去 你新增发的 当时存在的时间 把它给加上 这是说 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券平均数 有那么一个提示 公司库僧股 不属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那这个不算 我们要求是发行在外 才可以 那比如说 你要把自己 发行在外的股数 回购回来了 这就变成库僧股了 那减去当期 回购普通股股数 里面要考虑它 看一下教材的利益 某公司 20某七年期初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是三亿股 四月三十日 新发行的是 一亿六千二百万股 那从五月份开始 存在的时间 一共是八个月的时间 十二月一号 又回购了普通股 七下二百万股 那你看十二月一号 到年底 只是一个月 乘以十二分之一 该公司当年度 实现净利润 为一亿六千二百五十万元 假定该公司按月数计算 每股收益的时间权重 那看二零保七年 基本每股收益计算如下 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圈平均数 期初的三个亿 那就三个亿 四月三十日增加的 一六二零零 要乘以十二分之八 那存在的时间 是八个月 就是你从这个点上 开始到年底来算 八个月 然后七七二不存在的时间 也是从回购的点上 往后算到年底 那就一个月 所以减七七二 乘以十二分之一 那等于四六二零零 我们也可以分多少算 那比如说 三个亿 一共存在了多长时间 按照年来折算 四个月到四月三十日 乘以十二分之四 然后呢 到四月三十日 又增加了一个一六二零零 所以变成四六二零零了 它股数存在的时间 是七个月 到十二月一号吗 所以我们乘以十二分之七 之后呢 它又回购了 那回购七七二 四六二零零 减去七七二 剩三一九 它存在的时间 十二分之一 都是一样的 等于四零二零零 哪一种算法 你习惯你用哪个 那这样呢 基本每股收益 就是一六二五零 这归属于普通工股东净利润 然后除以四零二零零 等于零两四 每股是零两四 一个提示 就是同一控制家的企业合并 这个比较特殊 因为我们是要求进行追溯的 重塑的 要往前追溯的 要体现一体化存续 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 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 那从最终控制方角度看 是同合并后形成的 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的报告主体 在以前期间就一直分败 那合并后 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的报告主体的留存收益 包括参与合并各方 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的累计金额 所以因此为了分子净利润口径一致 为与这个分子净利润口径一致 那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的 作为对价发行的普通股 也应当视同 劣报最早期间 七处就在发行外外 因为你想 我们的利润 你别管什么时间发生的属于同一控制 反正一年都管了 并且往前面也要算 那把这股数呢 就是也往前也得算上的 你说当期我发行的 你就认为基础都有 我把它记入各列报期间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那看一下二二年的一个单选题 二零年一月一日 甲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是两亿股 四月一日发行股份三千 购买以公司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这就说是同一控制的 现在呢 接下来说四月一号发行的 你别管什么时间取得 子公司股权 如果同一控制 我们利润表都是从一月一号开始算起 所以你这个股数呢 虽然四月一号发的 我们认为一月一号也都存在 就得按照这种方式去对待去 然后我们看 二零年度呢 甲公司合并利润表中净利润是一两千万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一个亿 我们不要用合并利润 要按照归属于普通股东的利润来算 那这个利润一个亿呢 是包含一公司 一至三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一千 那当然了 我们都要往前追溯啊 全要算进来 所以最终的利润呢 你不要说扣掉 把那三个月给去掉不行 我们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边利润表示都从年初开始算起 甲公司 二零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基本美股收益是多少 那计算的时候 你发行在外开始 一月一号是两个亿 虽然四月一号发行的 但我们利润呢 都从年初开始都要算 所以你直接就加上三千 不要说这三千按照什么非同意控制啊 你再乘一个三分之九 没有这个事情 那这样呢 在进行计算的时候 我们的利润 前三个月要算在内 那就是一个亿 然后加上呢 股数两个亿加三千 这三千你要称三分之二 可千万不要称三分之九 认为七处都存在 所以就是每股0.43 选项C正确 同意控制比较特殊 那下面我们看 17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单选题是 下列各项中 不会影响假公司 17年度 基本美股收益的事 不影响基本美股收益 那假公司为净利上市公司 17年度 假公司涉及普通股股数的 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那给了四项 一年初发行在外普通股 两亿五千万股 那这肯定是影响的 你算 我们分母的时候 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圈平均数 那肯定与年初有关 那第二呢 三月一日发行普通股 两千万股 那你增发的 我们算分母 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圈平均数 肯定是有啊 你三月一号的 充计12分之十 有权重吗 也要考虑 第三呢 五月五日 回购普通股 八百万股 那我们回购了 它不存在了 算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圈平均数 也得考虑 那第四 五月三日注销库算股 你买回的时候考虑 等你注销了 与我们分母计算 没有关系 所以说 不会影响 基本美股收益 是你五月三十号 注销的八百万股 那给定的选项 A 当年发行的普通股股数 B呢 当年注销的 那这个是 不会影响的 C呢 当年回购的 D呢 年初发行在外的 都要进行考虑 B是正确 那下面第三节 C是美股收益 在这一节里的内容呢 涉及基本计算原则 可转换公司债券 认股权证 股份期权 限制性股票 企业承诺将回购其股份的合同 多项潜在普通股 和此公司合影企业或联影企业发行的潜在普通股 有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基本的计算原则 稀释美股收益 是以基本美股收益为基础 假设企业发行在外的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均以转换成普通股 从而调整 从而分别调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 以及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计算而得的美股收益 那对于获利年度 70美股收益一定要比基本美股收益数字要小 所以它是小于等于基本美股收益 那如果说等于基本美股收益了 70美股收益也没什么意义了 不可能是大于基本美股收益 所以它反映的说 当你企业处于不利的一些情况下 报表使用者看看美股收益的数字 你要有发行在外的潜在普通股 我现在都认为转换了看看 美股收益多少 说比基本美股收益少 那报表使用者会看到这个事情 那如果说亏损年度不利的情况之下 我看要加大美股亏损 这才具有稀释性 那第一个呢 是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从目前 我国企业发行的潜在普通股主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 因为你可转换公司债券将来 可能转换成发行债券公司普通股 你转换了股数就多了 那当然转换了利润也跟着变了 因为不用复利息利润也跟着增加了 那我现在就 他没转换呢 没转换是算基本美股收益 假设转换了 看看美股收益数字是多少 这叫可转换公司债券 认股权证 那我们有认股权证 将来行权了 就变成了公司的普通股了 那在发行在外普通股里就有它 我们现在还没有 假设转换了 那这种情况我们知道肯定分母加大 分子没动 因为分子不涉及利润的问题 那获利年度的话 它肯定具有稀释性 亏损年度 它实际上是反稀释 有后面在谈这个问题 股份期权跟任务权成类似 这都是叫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潜在普通股是否具有稀释性的判断标准 试看其对持续基因美股收益的影响 也就是说 假定潜在普通股当期转换为普通股 假设转换了 如果会减少持续基因美股收益 或增加持续基因美股亏损 表明具有稀释性 在不利的情况之下 那就减少美股收益 美股的收益 不利的情况增加美股亏损了 要在亏损年度 那就有稀释性 否则具有反稀释性 这个叫会判断 那就说 潜在普通股 假设转换成普通股 减少持续基因美股收益 或者增加持续基因美股亏损 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是 那是的话 具有稀释性 如果否 那就具有反稀释性 那这个事情我们清楚 看二二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这个题目说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中 对假公司美股收益 具有稀释性的事 如果具有稀释性 然后我们看呢 这里面 有假公司二一年度 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是美股十块钱 就是你股票在市场上价呢 是美股十块钱 然后二一年度啊 假公司实现净利润是两千万 这是属于获利年度 获利年度呢 如果说具有稀释性 一定是减少美股收益 那是这样的 是具有稀释性 题目这样说 二一年度 假公司发生的 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一 一月一日 假公司与其股东 签订一份远期回购合同 承诺一年后 以美股八元的价格 回购期发行在外的五百万股普通股 就把自己股票买回来 承诺了 现在股票的市场价格 二一年度是 平均美股十块钱 市场价格 那这些股东会卖给他吗 那平时卖他呀 我卖给市场上去呀 所以这肯定不会回购 那不会回购 他不会具有稀释性 因为回购了加大分股时 他才具有稀释性啊 所以这个没有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七月一日 发行普通股 一亿五千万股 那你是正常发行股票 收到现金 后面的利润 当然也是 这些也会带来利润呢 完全是正常的 它不存在着 稀释性的问题 基本美股收益 当然我们要考虑它 没有存在着 假定钱债普通股转换的事情 那第三 九月一日 从市场回购普通股 八千万股 那也是基本美股收益 考虑的事情 你是回购股票了 算基本美股收益 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权平均是要考虑 你回购了 说是付出钱去了 我们把股票也回来了 买回来了 所以这也不是 四 十一月一日 对外发行 六千万份认股权证 行权日为 二二年七月一日 每份认股权证 可以在行权日 以八元的价格 认购假公司一股 新发行股票 那这个它会行权 因为市场价格时 它拿八块钱就可以买 那认股权证行权了 股数就多了 股数多 分子没变 当然具有稀释性 所以一定就说 发行认股权证这件事情 那它是具有稀释性 发行到六千万份认股权证 别的都没有 那么正确的就是A 那接下来呢 就说 七十枚股收益 我们计算时要调整 有的前代普通股 只调分母 有的前代普通股 既要调分子 也要调分母 那我们看分子调整 而计算西市 美股收益时 应当根据下列事项 对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当期净利润进行调整 第一个当期 已确认为费用的 西市性前代普通股的利息 比如说可转换公司债券 我假设转换了 利息不用付了 我们要调 所以西市性前代普通股 转换时将产生的收益或费用 那这些我们要考虑 什么所得税的影响 那确实你一转换了 比如说利息我不付了 所得税 那相应的这部分 要给它扣了 不是说你真正减少利润 净利润完全利息部分 如果你利息要是少了一百万 税率25% 它影响净的这一部分 那所得税也跟着少了 所以是75 影响净利润的数字 那下面第三分母的调整 潜在普通股肯定都影响分母 比如可转换公司债券 我假设它转换了 转换成股数 那分母就有了 那当然对于认股权证也是一样的 假设转换了 都会涉及到一个分母的调整的问题 那分母调整时 有的要考虑到时间权重 要时间权重 计算税适性潜在普通股转换为 以发行普通股增加普通股股数 加券平均数时 认为在什么时候转呢 以前期间发行的西智性潜在普通股 我们应当呢 假设在当期期初就转换了 你要当期发行的 那我们应该是假设在发行日转换 不是说签什么合同时候转换 发行日转换 它有一个时间 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可转换公司债券 70美股收益 等于净利润 加上假设转换时增加净利润 因为你要转换了 利润就多了呗 然后呢 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加券平均数 这是在基本美股收益时要考虑的 加上假设转换所增加的普通股加券平均数 你假设转换可能增加多少 当然这个呢 肯定也都是按照 你算年度的美股收益 肯定按照全年来考虑 比如你真的要是在 10月1号转换 假设10月1号转换 说10月1号刚发行 那我们整个的股数呢 还要再乘以 十二分之三 要考虑这个时间权重 有一个提示 用增加的净利润除以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得出增量股美股收益 然后呢 将增量股美股收益与基本美股收益去进行比较 原来算出基本美股收益 要是增量股美股收益大于基本美股收益了 根本就没有稀释性 你也不用往下再考虑了 若增只有说增量股的美股收益小于基本美股收益 那才具有稀释性 你最终算出 稀释美股收益的数字 就比基本美股收益数字要小 我是说获利年度 好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二 某上市公司二零某七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为三亿八千二百万元 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两个亿 年内普通股股数未发生变化 二零某七年一月一日 公司按面值发行六亿元的三年期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每张面值是一百块钱 票面固定年利率为百分之二 利息自发行之日起 每年支付一次 即每年12月31日为复习日 该批可转换公司债券 自发行结束后12个月以后 即可转货为公司股票 即转股期为发行12个月后至债券到期日指的期间 转股价格为每股十块钱 那我们一共六个亿 转换的股数呢 就应该是属于六千万 即每一百元债券可转换十股面值为一元的普通股 债券的利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所得税率为25% 假设不具备转换选择权的类似债券的市场利率为3% 公司在对该批可转换公司债券出使确诊时 那根据金融工具列报准则有关规定 将负债和权益成分进行了分拆 我们看一下207年度的每股收益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 那题里面告诉了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38200 那这是属于分子 分母呢 也是说发行在外的 期初发行在外的股数两个亿 本年没有变化 那就除以两个亿就行了 等于1.91 那我们后面要算的是属于稀释美股收益 假设可转换公司债券 我们已经转换了 那说 某期年1月1号发行 那年初就认为转换 我们是当期发行 那从发行时开始算起 那你当年1月1号发行 从1月1号就算起 那债券每年支付利息 6个亿乘以2% 等于1200万 我们算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 那把未来要付的利息 本金要折现 你看每年的要付利息 第一年的 1200除以1加3% 第二年的利息 都假定发生在期末 那就1200万除以1加3%的平方 再有第三年的 本金和最后一次利息 那本金这一块呢 是6个亿 那再加上一个 1200的利息 这是现金流吗 所以最后处以 1加3%的三四方 这就形成负债成分的 供允价值58302.83 那权益成分的 供允价值 是发行收款 减去负债成分的 供允价值58302.83 权益成分供允价值 那等于1697.17 我们核算时呢 把它要反映到 其他权益工具里去啊 假设 转换所增加的净利润 那你转换了 这一部分的利息 我们怎么算的 要用期初的贪允成本 58302.83 乘以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是3% 这是属于税前的利息 税前的 我们要算税后的 所以要乘以1减25% 那等于1311.81 那假设转换增加普通国股数 我们面值啊 每10个权转一股 那一共是6亿的面值 除以10呗 等于6000万股 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假设转换增加净利润 1311.81 假设转换增加的股数 6000 0.22 那我们原来算的 你要算基本美股收益 1.91 所以它具有稀释性 增量股美股收益 比基本美股收益要是小 那具有稀释性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算 那稀释美股收益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假设转换增加的利润 1311.81 股数 那两个亿 当然我们这个呢 6000 也是在1月1号发行的 那如果说真是3月1号发行 要乘以12分之10 当然你转换增加利润 也是说从3月1号开始算起 要进行对应 这个我们都是发生在年初的时期 所以直接2亿加6000 1.52 那1.52的数字 当然现在看就比1.91数要小嘛 所以它叫稀释美股收益 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甲公司22年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为2亿5500万元 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 为1亿股 本年普通股股数未发生变化 22年1月1日 公司按面值发行 4亿元的三年期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每张面值100块钱 票面年利率为2% 利息自发行之日起 每年支付一次 即每年12月31日为复习日 该批可转换公司债券 自发行之日起 12个月以后 即可转换为公司股票 即转股期为发行12个月后 至债券到期日指的期间 转股价格每股10块钱 即每100元债券可转换 10股面值为1元的普通股股票 假定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而一般我们都会这样 不告诉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假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为25% 假定不考虑可转换公司债券 在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的分拆 且债券的票面年利率 等于实际年利率 那假公司二年度的 稀释美股收益是多少 假设转换了 那你看一看他的稀释美股收益 我们看二年的 假公司基本美股收益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2亿5500万 那除以发行在外的股数 就是起初发行是一个亿股 2.55 那假设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所增加的净利润 那就说 四个亿乘以2% 这是利息啊 那我们都是 票面利率跟实际利率一样了 那你用他的面值乘以2%就行 再乘以一减25% 600万元 假设转换增加的股数 那就是四个亿除以10倍 那等于4000万 增量股美股收益 增加的利润除以增加的股数 最后0.15 而基本美股收益是2.55 所以它肯定具有稀释性 那我们再计算二年度 假公司稀释美股收益 那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他要15500万 加上假设转换二年增加的利润 净利润是600 除以股数 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均平衡数 再加上假设转换增加的股数 因为都是发生在年初 我直接就加4000了 最后1.86 选项自己正确 第三 认股权证 股份期权 那这个呢 也是同样认为它转换了 认股权证股份期权转换 与分子的利润没关系 当然会加大分母 所以获利年度 它一定具有稀释性 亏损年度呢 它是反稀释性 那这要明确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加大分母 我们算算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怎么来考虑 我们认股权证股份期权 一定是行权价低于市场价格 行权价要是高于市场价格 它不行权了 你就稀释不着了 那高了随去啊 那我行什么权啊 我在市场上都可以 五块钱买一股股票 你费得拿六块钱 去行权去买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们看增加普通股股数 说等于啊 你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 就是假设行权了 转换成多少股 减去什么 行权价格乘以 你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 然后呢 再去除以当期 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你怎么去理解它 行权价格肯定比市场价格低 那你行权价格乘以 你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 就说 我转换这么多股数 假设行权 会收到这么多现金 如果是想得到这么多现金 我要是正常发行股票的方式 会得到多少股股票 那你除以股票的价格呗 那这个价格呢 又是高 所以肯定这个股数 比它行权时 你给人股票数 要少吗 这就是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那我们后面 再通过例子来看 就是这个行权价格 低于市场价格 考虑期时性 我们看这个例三 某公司207年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为2750万元 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为5000万股 该公司普通股平均每股市场价格是8块钱 207年1月1日 该公司对外发行1000万份认股权证 行权日为208年3月1日 每份认股权证可以在行权日 以7块钱的价格认购本公司 一股新发的股份 那该公司207年度每股收益计算如下 正常每股收益的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 而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是2750 我们要除以股数 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呢 是5000 2750除以5000 0.55 我们再看呢 说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 是假设转换增加的 1000万份认股权证 假设行权了 我们会收到多少现金 它的行权价 就说 你收到多少现金 7 因为这里面 每份认股权证可以在行权日 以7块钱的价格认购一股股票 假设行权 所以我们得到的现金数呢 是这个 1000万乘以7 那我们接下来说 如果 你要在市场上发行股票 得到这7000万的现金 需要发多少股股票 股票的市场价格 发行价是8 除以8 所以这个数字 1000乘以7除以8 它是多少呢 是875 要正常的 在市场上发行股票 筹集7000万的现金 875万股股票就够了 但是 假设人行权 一份认股权证得给人一股股票 就要给人家1000万股股票 所以这不就多了吗 就要调整增加普通的股数 就这么来的 所以你肯定这个数是大的 这个倍减数是大的 减数肯定是小的 小的你用那个数呢 乘以价格低的 除以价格高的 这叫调整增加的股数 125万股 你股票股数给人多了 稀值美股收益 那利润没有影响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2750 我们要除以 就是5000 原来是 算基本美股收益 发行在外普通股 加全平均数 加是125 这增加的股数 那这里面呢 是2017年1月1日 说对外发行了 1000万份任务权重 如果不是 2017年1月1号 比如说是 3月1号 那你125 还要再乘以12分之10 要考虑那个时间权重 好我们看 21年的一个单选题 20年1月1日 甲公司对外发行 2000万份任股权重 行权日为21年7月1日 每份任股权重 可以在行权日 以8元的价格 认购甲公司一股 新发的股份 20年度 甲公司发行在外 普通股加全平均数 为6000万股 每股平均市场价格 为10块钱 20年度甲公司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为5800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 20年度的 西式每股收益是多少 那我们看一下计算 调整增加普通股股数 认股权重呢 这里面 一共是对外发行的 2000万份认股权重 同样也是发生在1月1号的 那2000万乘以行权的价 8 也就是说你真正啊 要是行权了 我们能收到这么多现金 现在呢 普通股市场价格每股10 说你要收到 2000乘以8这么多现金 去发行股票方式 需要多少股 那你除以10呗 需要1600万股 但我们给人家的股票呢 给的是2000万 所以多了400万 这400万是挑战增加的 普通股股数 那甲公司 20年度稀释美股收益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净利润5800 我们要除以 6000再加上一个400 一个是发行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数 那我们就说开始 的时候啊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6000嘛 假设转换增加了400 那同样是1月1号 我们直接加400 如果5月1号的话 400得乘以十二分之八 那注意这个问题 第四呢 是限制性股票 上市公司采取 授予限制性股票方式 进行股权激励的 那等待期内 按照下列的原则 计算美股收益 也同样会涉及到 基本美股收益 和稀释美股收益 而第一个 等待期内 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那这一块说 基本美股收益 仅考虑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认为呢 限制性股票 这一部分 不属于正式的股票 我们不管它 等算呢 稀释美股收益时 再去考虑 而限制性股票 由于未来可能被回购 说性质上属于 或有可发行股票 限制性股票呢 在计算 基本美股收益时 不包括在内 对于限制性股票 它的股利比较特殊 有的是可以撤销 有的不可撤销 那在基本美股收益 计算时 不一样 而第一个 现金股利可撤销 就可撤销 这一部分就说 我可以要回来 说近一旦 未达到解锁条件 被回购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 将无法获得 其在等待期内 应收的现金股利 得不到 因为现金股利 可以撤销 那等待期内 计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分子呢 应扣除 当期分配给预计 未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就是你假设 因为现金股票持有者 有的认为 未来可以解锁 解锁之后呢 他成为真正股东 现在不是 那你把这一部分 给他扣掉 他认为未来解锁 反正我们正常股东 拿不到 因为你得给人家了 人家他成为 后来成为股东 但是哪一部分 我们不用扣 他预计未来不可解锁 我给他股票鼓励了 他把钱还得给我 我这一部分不用扣 未来可解锁的 我们现有的这些股东 就不是说 持有限制性股票的 这些普通贡股东 我们也得不到 因为他预计未来可以解锁 那你还得给人家 人家说 可以解锁 那就是人家的东西 所以把这个扣了 那分母呢 是不应包含 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第二呢 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说这个股利啊 你给谁都不能撤 等待期内计算 美股收益时 分子呢 应扣除归属于预计 未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的净利润 说分母 不应包含 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那这个呢 好像问人 也不大好解释清楚 为什么这块扣净利润 按理来讲扣的呢 说你要是未来 现金股利根本不可撤销 你不管给谁的要不回来了 应该把哪部分呢 你预计未来不可解锁的 那些股利 你也得扣了 扣股利 扣利润这边 好像有点不是很好 也就是说这边 你要扣掉那股利 别管说 预计未来解锁不解锁 你都得扣了 反正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这样可能前后会一致 但我们考试 一般也不会考 现金股利不可撤销的 如果真的考可撤销了 那你还是得按照 这块的说法来打 这没辙 这叫没办法的办法 那就说 不可撤销 未来可解锁 现实性股票的净利润 那就说 你把它加进来 算 美股利润多少 归现实性股票净利润多少 把它扣了短了 那只能这样 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 为上市公司 采用授予职工 限制性股票的形式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22年1月1日 假公司以 非公开发行方式 向1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 10万股资深股票 美股面值为1元 授予价格 为美股是8块钱 当日 100名管理人员 全部出资认购 假公司估计 该现实性股票 股权激励 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为美股是8块钱 激励计划规定 这些管理人员 从22年1月1日起 在假公司 连续服务满三年的 所授予股票 将于25年1月1日 全部解锁 期间离职的 假公司将 按照原授予价格 美股8块钱回购 22年度 8名管理人员离职 假公司估计 三年中 离职的管理人员 合计为20名 那就说 我们当时呢 有授予计划100名 有20人会离开 那预计 未来能够进行行权的 是80人了 当年宣告分派了 美股现金股率是0.2月 那这个告诉 现金股率可撤销 我像我们考试 一般要涉及的 应该就是 现金股率可撤销 这种情况 假定了 假公司二年度 实现净利润是2个亿 二年发行在外 普通股家权平均数 是5个亿 那假公司二年度 基本美股收益是多少 我们再算 基本美股收益是 分子 在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那里面 我们要扣除 说是预计 未来可解锁 这一部分的股利 那分母在进行计算时呢 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不要把它算在内 你只是说 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 下全平均数 所以具体来看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净利润2个亿 那我们这里面呢 是预计有80人会 行权 因为有20人 估计不能行权 100名职工 100减去20 80 那每人 10万股 现实性股票 股利呢 每股是0.2 每股0.2 所以把它扣了 然后我们要除以 就是发行在外 普通股家庭平均数 不要去把 现实性股票 股数算在内 我们直接除以5个亿 那是0.3968 所以必是正确的 第二 等待期内 稀释性每股收益的计算 等待期内 有稀释每股收益 那是假定企业 所有发行在外的 稀释性前代普通股 已经转换成普通股 计算的每股收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限制性股票的 股数就要考虑了 它因为它具有稀释性了 等待期内计算 稀释每股收益时 应是解锁条件不通 采取不同的方法 那一个解锁条件 仅为服务期限条件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业绩条件 因为业绩条件呢 如果说你都满足不了 它不能解锁 你就不要算 稀释每股收益了 但是服务期限条件 那一般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反正说 我肯定到时候能满足 所以他说不同条件 先说 解锁条件 仅为服务期限条件 那公司呢 应假设 各资产负债表日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已于当期期出 全部解锁了 或晚于期出的授予日 因为你可能当年 5月1号授予 那你从5月1号那时候算起 就说这个问题 说并参照 每股收益准则中 股份期权有关的规定 考虑限制性股票的 稀释性 说行权价格 低于公司当期 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时 才有稀释性 你像我们前面谈到 任股权 股票期权 都是这样讲的 计算美股收益区 说其中 行权价格 为限制性股票的 发行价格 加上资产负债表日 尚未取得职工服务 有关规定计算的 供应价值 这里面你要看看 说这个时候的 行权价格是多少 锁定期内计算 稀释美股收益时 分子应加回计算 基本美股收益 分子是扣除的东西 那是啊 你肯定是全部的了 因为我是假设 他已经变成正式股东了 那你分子肯定利润 那就要全部的 什么都不要扣 就是你真正 整个的利润 然后说行权价格 等于限制性股票的 发行价格 加上资产负债表日 尚未取得职工服务的 供应价值 这叫行权价格 你比如说 假定啊 年初发行限制性股票 股票的价格是12 那你这个时刻 要是行权价格 说买这个股票 那就12 那应该这样的概念 但现在我们看 发行价格是 那限制性股票 供应价值体验在什么地方 股票价 和你现在卖给 激励对象的价 差 所以限制性股票的 供应价值是6 如果说这个时刻 你要谈 他真正的行权价格 股票值多少钱 就值12 那6加6也12 但你过了一年了 说等待期三年 过一年之后 还值多少呢 值10 三年结束时 只值6 就这个意思呗 因此我们看 等待期23年 第一年年末的6 再加这6 乘以什么呢 三分之二 三年 还有两年没到 你过了一年 过一年就少二 实际上这样的概念 所以等于10 这是关于啊 行权价格的计算 你这个价格 要是低于股票的市价 那我们真的就要考虑 它具有什么 稀释性 那稀释美股收益等于 当期净利润 除以呢 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加上呢 调整增加 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那这个数是怎么算的 就关前面认股权证 股票期权 那是一样的 所以说 行权价格 乘以现实性股票的股数 真正行权 相当于收到这么多钱 除以当期 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 你要得到这么多钱 正常发股票 需要多少股 但是现实性股票的股数多 所以这调整增加了 限制性股票 若为当期发行的 你要考虑时间权重 计算加权平均数 那同样呢 比如说这一块 调整增加的 你要是7月1号发行的 别忘了算完数 要乘以12分之6 第二 解锁条件 包含呢 业绩条件 那这就要看情况了 公司经假设资产负债表示 即为解锁日 并据以判断资产负债表示 实际业绩情况 是否满足解锁条件 解锁要求的业绩条件 若满足条件 那你按照服务期限量就处理 如果说不满足业绩条件的 计算息之间 美股收益时 不必考虑 现实性股票的影响 你别管现实性股票了 不行了 业绩达不到 知道一下这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子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采用授予职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那15年1月1日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6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100股自身股票 每股面值1元 授予价格为每股8块钱 当日600名管理人员 出资认购了相关股票 总认购款是48万元 就600名 每人600×100 那授予价格8的乘以8 48万 假公司履行了相关增资手续 假公司估计该限制性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 这个激励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每股是15块钱 激励计划规定 这些管理人员从15年1月1日起 在假公司连续服务三年 所授予股票将于18年1月1日全部解锁 期间离职的 假公司将按照原授予价格每股8元回购相关股票 那15年1月1日至18年1月1日期间 所授予股票不得上市流通或转让 激励对象因获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 由公司贷管 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对于未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在回购股票时 应当扣除激励对象 以享有的该部分现金分红 所以这是现金股利可撤销 那15年度 假公司实现净利润是500万元 发行在外普通股 不含限制性股票 加券平均数是200万股 我们算基本面股收益时 也不含限制性股票 那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每股是一块钱 假公司估计三年中 离职的管理人员合计是80人 当年年末有30名管理人员离职 那假定了假公司15年度 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每股是35块钱 那我们看基本面股收益的计算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净利润500万 然后呢 把预计能够行权的 这一部分股力给扣了 人数600人 说估计呢 有80人会离开 那你剩下预计可行权的 每人是100股 乘以100 这是股数 现金股利每股一块钱 把这份扣了 所以乘以100 我们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数 不含限制性股票的 那我们告诉就是200万 所以是2.47 那行权价格第一年 我们现在的价格呢 是8 然后呢 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啊 15 除以3倍 因为过去一年 上未来还有几年 还有两年 所以要乘以三分之二 乘以剩下的时间 我们知道时间越长 那你现在这个价格呢 应该越高呗 相当于接近于股票的市价 那越往后啊 那他这个 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 这数呢 当然就在减少了 那现在的行权价格18 说由于 行权价格低于 当期普通股的市场价格 那我们要算呗 要算这个具有稀释性 稀释美股收益 发行在外的 限制性股票 15年的价格平均数 他认为啊 说有这个30人 离开的时候啊 都是在这个 最后的一天 说最后一天 假定早上就走了 这个算的有点 太细了 他说我们有 600人 每人100 一共是 364天都存在 全年365天 乘以365分之364 有30个人呢 走了 有570人在 这30人呢 假定说 最后那一天 早上就走了 没来 然后我们乘以100 再乘以365分之一 这么算的 发行在外 现实性股票 15年的价权平均数 59991.78 那西式美股收益 就是整个利润全算 500万 股数呢 是说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那一块 正常股东的 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家权平均数 然后呢 假设转换增加的 那增加的呢 我们这里 59991.78 就是这个数 限制性股票的 加权平均数吗 然后要减去 形权价 除以普通股的 现在市价 或者说 你用形权价 乘以这么多股数 假设转换增加的股数 59991.78 然后我们再去除以 市价 因为市价呢 普通股的股票的市价35 除以35 就这一块呢 跟任股权证股票期权一样 比如说 18乘以 59991.78 假设 现实性股票 我们转换了增加这么多现金 说这些现金 要是通过 发行股票方式 去筹集 需要多少股 那除以35 但是我们 假设转换了 给的股数这么多了 多出这部分的增加 所以最后呢 是等于2.46 这是西市美股收益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为乙公司的母公司 持有乙公司80%的普通股股权 乙公司采用 授予职工 限制性股票的形式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这是乙公司那边 我们现在是 假公司跟乙公司要编合并报表的 那22年1月1日 乙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乙公司的1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1万股自身股票 每股面值为1元 授予价格呢 是每股6块钱 当日100名管理人员均出资认购了相关股票 总认购款为600万元 乙公司履行了相关增资手续 那该限制性股票计划 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为每股持6块钱 激励计划规定 这些管理人员 从22年1月1日起 在乙公司连续服务三年的 所授予股票将于25年1月1日全部解锁 期间离职的 乙公司将按照 原授予价格每股6块钱 回购相关股票 激励对象 因或 获受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 现金鼓励由公司贷管 作为应付股力 在解锁之下激励对象支付 那对于未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在回购股票时行扣除激励对象 以享有的该部分现金翻红 所以这时候现金股力可撤销 22年度 假公司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是5000万 那不包括乙公司利润 就是说 有一个合并报表 先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利润 乙公司的没包括 发行在外普通股加钱平均数是 这是假的 2000万股 那合并报表要算 每股收益时 你只能是假公司这一边的 的股数 那乙呢根本就不能算 乙公司呢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是1800万 发行在外普通股 不含现实际股票 加钱平均数是1200 乙公司未宣告发放股力 那假定呢22年度 乙公司普通股 平均市场价格呢 是每股20块钱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二年度假公司合并报表中 西市美股收益是多少 那合并报表里面一块的利润是假公司的 还有一块是乙公司这边的利润 归属于假公司部分 要考虑这个问题 那现在呢是假持又以80% 所以乙的利润80%归属于假 如果算西市美股收益 假在这边没有西市的 乙的那边西市美股收益部分 80%归属于这个假 然后你在除以股数 就形成合并报表中的西市美股收益 那我们具体来看 说行权价格 等于限制性股票的发行价格 加上资产负债表示 尚未取得职工服务的供应价值 因为限制性股票发行价格是另 那对于呢 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 也是6 那你资产负债表示 尚未取得职工服务 已经取得了一年了 还剩两年 所以乘以三分之二 等于10 发行在外的限制性股票 二年的加权平均数 那限制性股票100 所以在七处就有 一百万股 那我们看到乙公司 七十美股收益 就是说这里面 一百名管理人员 每人一万股 所以就一百万 一百万股 这是加权平均数 七十美股收益 一千八 整个的利润全算 一公司的 然后呢 是一千二 它是自己本身的 已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再加上调整增加的 一百万股 说限制性股票 加权平均数 然后呢 是行权价是十 十乘一百 假设行权会得到这么多现金 但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二十 要真正发行股票的话 我们会得到那么多现金 需要多少股数 但是你给人限制性股票一百 就给多了 调整增加了 我们算的是一百四四 那已公司净利润中 归属于普通股东 由假公司享有的部分 一百四四 它是一千二百万股 但是 假公司只是拥有它百分之八十 所以是一三八二点四 这样假公司 合并报表中 七十美股收益 就是 五千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一三八二点四 五千是归属于假公司 自己本身那块 一三八二点四 是子公司的 按照七十美股收益算出利润 百分之八十部分归属于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所以这两个都加起来 然后除以 那假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加券平均数 两千万股 三点一九 那这样A是正确的 那这节课呢 我们介绍了 有基本美股收益 还有一部分 稀释美股收益 那稀释美股收益啊 里面有可转换公司债券 有认股权中股份集权 还有限制性股票 那限制性股票 这个稀释的 还有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那大家呢 还要掌握 一般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现金股利可撤销这种情况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